睡覺 然後睡到一半就覺得 我的那個胸口超悶 因為前一天晚上就覺得 好像那個肩頸有點緊緊的 然後後來就突然被痛醒 然後醒來之後發現我自己的那個胸口 心臟感覺好像有插了一根針 然後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就趕快去醫院 然後醫院他也是那個 醫生也幫我先做那個擴張 然後擴張確認是那個 就是心肌梗塞 他就幫我 用心導管幫我放了一根支架 只放一根就對了 對 好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可以到七位小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人身上 有不能碰觸到的三角區域嗎 當碰到這些地方 竟還有可能要了你的命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來告訴你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喔 身體暗藏的危險地帶 古代這個點穴讓人致命啊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剛剛看電影很多喔 跑到後面一敲那個人就昏倒 就昏倒 但有時候也寫實一點 他一敲他只是痛而已 沒有敲昏 我們看看哪些危險地帶 頸三角好脆弱 千萬不能隨意亂摸 的確頸椎它是一個非常脆弱的位置 它連接我們的軀幹跟我們的頭顱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構造 這塊是我們的整骨 所以你看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頸椎的椎體 它跟它的神經血管 其實靠得很近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伯伯 這個地方沒有什麼肌肉 那其實是相當外露 相當容易受傷害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新聞 就是說有個阿婆 就是六七十歲的很瘦 她本身肌肉可能很薄 所以很瘦 要去給人家按摩 按按按到中風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說真的是按按按到 要骨頭被你按斷 神經血管要被你弄斷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啦 對 但是它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頸部的頸動脈 其實也還滿標潛的 所以它是 它最好是它頸動脈裡面有斑塊 所以它按摩按一按 那個斑塊脫落了 往上就到腦血管 然後就中風了 所以其實頸部的構造 其實不只是骨頭 是不是那麼容易斷 然後在裡面的神經血管 還有一些這些血管 它直通我們的腦部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頸椎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腰椎如果受傷 頂多下半身不能走 那我們頸椎受傷 是不是頂多四肢 四肢不能動癱瘓而已 沒那麼容易喔 因為其實頸椎的神經 它還控制我們的呼吸肌 橫隔膜 所以像我看你頸椎斷了 你連呼吸都不能呼吸 是不是要直接要呼吸氣的 所以頸椎的位置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可是我看你講那個K1 K1就是互相打 它常常會把對方弄到 沒有呼吸 暫時停止呼吸 它就贏了嘛 可是幾分鐘 幾秒鐘它又醒過來 可能他們肌肉也比較厚 所以他們其實窒息 可能是影響到氣管的 空氣的流動 那其實有時候 你的血管的部分 如果壓久了 你也是會整個腦 暫時沒有呼吸 對啊 這個對腦部的循環 其實也會有點受影響 可是這樣陳醫師 你說這邊如果不能亂按 有時候我們落枕或什麼 到底要不要推 或是怎麼辦 如果是肌肉的部分 真的要給人家按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還是 我跟病人講的說法都是 可以 只要對你有幫助你都可以 但是你 幫你按摩的那個人的力道 到底技術有什麼 因為其實我沒有辦法控制 幫你按的那個人的 他的手法 有的就是使命推 快點指甲都快砍到你肉了 我常常會按回去看的指甲 怎麼有一截在幹嘛 因為我去做指壓跟油壓 現在還有滑罐 他就把你的肉吸起來 用一個罐子這樣推 他就會直接從你頸 這邊頸部 然後就會說 你怎麼這麼頸 怎麼這麼頸 然後按的時候也說 你這邊怎麼有結塊 你有氣節 然後一直按按按按到你 按到你脖子上面這邊 有一個凹槽 然後一按我就說 好痠好痛 他就說痠就對了 他說哇 你怎麼那麼勞怒病 你老公都不愛你 他說來 然後他這樣一邊按下去 我一邊頭要往這邊這樣子 他往這邊按 他把我的頭往這邊扭 然後你跟他說很緊很緊 他也說你怎麼那麼操勞 他說這一定要推開 這個不鬆開 沒有辦法這樣 然後你就越推 忍到後來我回家 晚上洗澡的時候 我是有一種那種 好像有點粗刷的感覺 我就想說熱熱的粗刷 好像這應該是正常的吧 因為滑罐 就是有點刮痧的感覺 然後他又幫我按 結果我晚上睡到半夜以後 我的整個人就是僵硬不能動 就感覺很像僵屍 要起來的時候 都整個人都起不來 然後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才說 我是整個筋都去 我們有時候是按到發炎 是按到發炎 大部分是按到拓亂 對啊 其實脖子的構造 其實除了剛才那個 那個椅子這樣講 其實我們脖子這邊 有個很重要的肌肉 叫做胸鎖乳豬肌 從這個地方 胸骨的地方 一直到這邊乳豬的地方 其他就把頸部分成前面跟後面 然後大家會講說 頸部的前三角跟後三角 基本上是從這條肌肉來分的 這條肌肉後面可能就有你的脊椎 前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前面這個地方到你下函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你的頸動脈出來的地方 頸動脈這個地方 剛好沒有肌肉 所以你移下去就是你的頸動脈 跟頸靜脈 所以其實按摩最危險 是壓這個地方 其實按摩壓到血管 危險的不只是移植 剛剛講的 如果你本來裡面有硬塊 移壓可能會硬塊跑出去 就會中斷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壓到那個動脈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這邊給各位提供案例 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給人家按摩 按摩的時候人家就一直按到脖子 因為他覺得他最近脖子很痠 導致他有點片頭痛 人家就一直幫他按摩 按摩那個人就昏倒了 昏倒就被那個按摩師送到那個 那個急診室 剛開始大家也以為是 按摩是不是什麼東西 搬過來打進去變中風 所以到急診室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是 急診室也覺得他是不是中風了 可是那時候很奇怪 量血液只有六十幾 不大對 因為一般如果是中風的人有沒有 血液會飆高 會飆高 那時候幫他打點滴 準備要推去做電腦斷生的時候 病人就自己醒過來 結果後來我們也知道 這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頸動脈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頸動脈痘的地方 這個東西是你身體裡會感知 那個壓力的地方 它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它在身體裡面 有很多地方會調節你的血壓 當你這個地方加壓的時候 你身體會自動以為 你身體現在處於高血壓的狀態 它就馬上吃進你的腹膠管神經 讓你的心跳馬上變慢 讓你的血管馬上放鬆 所以你會瞬間低血壓 所以那個病人是兩邊的頸動脈痘 被人家按到有沒有 他身體自動以為 他身上是高血壓的狀態 所以血壓馬上掉下去 掉下去之後那個人就昏過去了 就昏迷耶 但是衝到急診室 其實這種東西 是我們人體一種自保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血壓一直高的話 你可能就會腦出血 其實人體這種動脈 就是我們講的這種動脈痘 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這邊頸部 還有一個在主動脈 還有一個在神經 這三個地方是我們人體 控制血壓的地方 這個會不會是古時候功夫 一點過 沒有 其實就在講 人家就在說以前我們古時候 不是有人這樣子劈你脖子 然後昏倒嗎 其實你看他劈 他不是劈後面 劈後面只會震動到你的脊椎 其實震動到脊椎 真的會昏倒嗎 我是覺得不大會 如果打下去很大力 你應該是不能動嘛對不對 應該大部分是側面 甚至如果劈到你的頸部脈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因為這種頸部脈痘 瞬間就滴血壓 可能就倒下去 其實那個我們按摩的時候 很喜歡轉頭對不對 很喜歡被人家轉頭 有時候還要飄一聲 才會覺得很舒服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計程師 真的有遇到過 病人被飄完之後 來自你們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全部麻掉 而且手不能這樣子翹 它就是緊繩肌的第六結有沒有 在轉的時候被扭傷 被卡到 他低頭也出去的地方都被壓住 這邊都麻掉 然後手也有幾個動作不能做 有人被卡到過 但是後來那個病人還好 他打了兩天的內固存之後 自己就回來了 這邊有拍刀了 好危險喔 對 轉頭最好不要 脖子的四條血管都是通往腦部 前面兩條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是頸動脈 後面有兩條就是追動脈 其實我之前有遇過一個30歲的上半組 也是一樣 上半組肌肉很容易痠痛 結果也是要去國術很翹 就是跟江醫師剛剛講的一樣 大家都很習慣要咔咔咔咔 才感覺有瞧到 沒有聽到聲音 你感覺好像這個技術很差 好像不太懂 感覺沒有幫手 對 但他開了開 他就突然感覺一陣酸麻 然後他就覺得他走路不太不太穩 然後他當下就覺得不太對勁 然後趕快說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趕快就先停止 然後送到洗腦室 結果他不是這個頸動脈 他是後面的兩條追動脈 追動脈 所以當家就趕快住院治療 然後後來是神經學方面的症狀不是很明顯 然後後來就藥物控制這樣子 那頸動脈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案例也是 就是一個65歲的長輩 那他就是平常他是有膽固醇膏 那平常他容易頭暈眩暈這樣子 那他倒不是去給他整體 他是覺得頭暈 那是昏倒的情形 那後來就是也是給神經科醫師檢查 其實我們頸動脈 我們自己也可以摸到頸動脈 你摸脖子這個地方 摸到脈搏的那一條就是要頸動脈 其實很簡單你就摸到 氣管旁邊 對 那我們一般 我們心上科醫師或是神經 我們通常會聽一下 就是這個頸動脈 如果你有聽到那種雜音 三豬你比較難 你可能脖子要再翹一個 在哪裡啊 對 脖子比較爽一點 不是因為肉比較厚 你要喬一下 對 那通常 如果聽到那種雜音 血管的雜音 就代表血管可能有一些程度的狹窄 那果不其然 後來就是我們做這個超音波檢查 就看到他有80%的頸動脈狹窄 那後來就是用心導管的手術 幫他放了這個頸動脈支架之後 那他這種頭暈的情形 就完全的消失改善 你看那個電影 CSI進去人堂那邊 一定是摸這裡 對 還有心跳 他哪有心跳 表示還有救 我們CDR在教的 第一部也是先去摸你一邊 對 像山豬這樣怎麼辦 摸大力一點 應該是摸得到 他們可能會稍微加壓 只是我自己在找不到那個位置 有時候在急救的時候 連醫護人員都摸不太到 所以我們沒有鼓勵民眾 血壓太低的時候摸不到 沒有鼓勵民眾一定要去練習摸到 那不過看有沒有呼吸 就是你靠在他的鼻子的前面 你的臉靠在他的鼻子側臉 你可以聽到 可以感覺到 他有沒有氣體出來 這個是比較可以感覺 然後可以往胸口那邊看 有沒有起伏這樣子 對 但是如果你憋住呼吸 就不會有起伏了 對不對 因為要憋太久 而且憋不久 呼吸也要憋太久 他在旁邊等你兩分鐘 跟你在那邊耗 我大概十幾年前有一次工作結束回家 我剛好那天就買了一張新的CD 我就聽得很開心 紅綠燈很久 我就 我剛好那天也拉了手煞車 停在第一台 突然有一台車從我的後面 沒有煞車直接撞上來 撞上來 撞上來 我的 我是整個人是這樣啪 妳會這樣 就這樣整個這樣甩了一下 但是我那時候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事 就一下來 那台車已經在我的車子底下了 然後我就整個跳起來 對 跳起來 然後後來剛好有一台計程車司機 在旁邊看到他幫我報警 警察來的時候 那個喝醉的人就說 我撞他 警察就說 算了 算了 這個人已經醉到不行了 他明明在我的車後面 但是他說是我撞他 後來那時候我就發現 我好像可能驚嚇過度 我都沒有感覺到自己不舒服 結果隔不到兩天 我整個脖子大概是 胸上整個都不能動僵硬 我想說完了 是不是那個時候 我後來才警覺到 我整個人不舒服 後來我本來想去看 可是我不知道看哪一顆 去急診啊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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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在唱片公司 然後我的一個主管就說 這樣子好不好 我的氣功練了很久 又是氣功 我的功很氣喊 你要不要試試看 幫我運氣 來來來 運氣 結果他就真的是 我就坐在他辦公室 他從頭幫我運了很久 大概快一個小時 他說 他說 大概痛了兩天 我說還會再更痛 他說對 我說好 結果還真的痛了兩天 非常痛 然後可是大概兩天 之後就真的好了 真的喔 所以真的就好了 在我們來看應該是因為肌肉發炎 本來它就是一個過程 對啊 它不痛兩天或兩天 對 消息也好 對 那這樣這個運血常識 還滿厲害 可以跟他這樣講嗎 沒有啦 其實像一般你講的這種通常界就是 脖子 脖子往前再往後這樣突然這樣一打 我們通常會產生的是叫做 Sentral spinal cord syndrome 就是你的脊椎中間會被拉傷 這種通常會是 兩隻手腳 兩個地方手的地方會很麻 對 很麻 會很麻 但是運動還可以 但是會變得很麻很僵硬 對 所以一般是這樣 那個一般那個 我要從此風太為神醫到處旋轉 天啊 那個狀況叫做 揮邊症候群 揮邊症候群 揮邊就是你像揮一個鞭子這樣 對… 你的脊椎也會這樣 有啊 你看那個神明車的車場 在坐防撞車子 那個人家那不是這樣 對 對 對 就是脖子啊 那個當下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很大的損害 可是有的時候在 有些人甚至晚到三個月半年 才出現那種 他就覺得很僵硬很疼痛等等的 這個叫做揮邊症候群 那這個會不會 以後有什麼後遺症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你當下只是 肌肉過度的拉傷 因為你會 要不然你就會有一些神經學的症狀 它還有分前面後面中間的壓迫 對 又不一樣 對 但是你都沒有 但是你都沒有 現在沒發作應該沒事 對 以後會很刺而已 對 但是我真的耳耳從那次開始 我覺得安全帶很重要 讓人 那基本上那個脖子 除了那個脊椎神經血管之外 其實它是一個我們那個呼吸道 很重要的一個經過的地方 那之前我們在那個急診外商科 我就自己遇過一個case 他就是 現在有些人就是喝完酒 就會跟人家起衝突 打架 然後他的鄰居 就是從後面去熱他的脖子 那熱完之後他就會覺得 吞口水之後會有點痛 然後來急診跟我們講話的時候 他聲音就 聽起來就怪怪的就是有點像 沙啞的那種感覺 然後 那時候想說 好讓他去照個S光 結果照過來之後他就說 他覺得 呼吸越來越不順暢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們警覺不對說 有沒有可能是 蛇骨斷掉 那蛇骨就是在我們那個摸到喉姐 大概在上面3公分的地方 有蛇頭 蛇骨 蛇骨很深 其實很深 蛇頭後面連一個骨頭 應該 對 他其實他最主要是要控制 我們一些講話跟吞嚥的功能 然後那個人 就做完電腦斷層之後 發現那個蛇骨 我們蛇骨是一個像蜥的一個形狀 相當有的一個形狀 那我們那個 我們的氣管就是從中間經過 那他就是 所以氣管大概就只剩下 不到50%的空間 那呼吸 可以讓空氣 所以那時候 第一個一定要先救呼吸 因為呼吸 如果沒有呼吸人 就剩下 就剩下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緊急 直接做一個氣切 先做氣切 因為要先救呼吸 病人其實他是很清醒的 做氣切其實滿痛苦的 對 但是沒辦法要先救呼吸 然後做完氣切之後 我們再請兒皮後科醫師下來 他之後可能需要再做一個蛇骨的一個 那個重建手術 一個重建手術 對 脖子這個地方真的是很重要 像譬如說一個重大的車禍外傷 一定是先固定脖子 然後再運送 對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有傷多少 傷多少 我每次看到人要昏倒說 不要動脖子 不要動脖子 這是對的對不對 這是基本 對 因為不要等到你動了 把它弄瘫了 後面就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剛剛都在講 神經跟動脈對不對 可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氣管 有一個年輕人他很愛吃檳榔 他吃到整個滿口爛牙 就因為他連咬檳榔都覺得咬得很不舒服了 所以他決定去看牙醫 結果牙醫就發現 哇好多顆蛀牙 而且要做根管治療 然後就跟他說 我們現在今天就開始先做第一次的治療 結果他就跟他講了那個價錢 結果他就太貴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次之後他就回去 他就覺得不要再回來了 然後呢他一個人住 可是他還是覺得很痛很痛 但他又不想回去 就這樣一直拖 結果那幾天他家人再找他都找不到 然後家人覺得不太對勁 好吧那自己去住所找他 就發現哇他倒在地上 整個脖子是紅的 然後臉都腫起來 那個眼睛像青蛙的眼皮這樣都腫起來 然後他的嘴皮是黑的 趕快給他送來醫院 送來醫院的話 他那個太腫了 我們從嘴巴根本沒有辦法做那個 擦氣管的動作 所以我們直接先給他氣切先穩定了 那他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 剛剛不是說這裡紅起來嗎 他的牙齒 往下面那個都發炎了 變蜂窩性組織炎 然後這個下面整個都是濃 整個濃往後面去壓到了氣管 然後因為這個發炎太嚴重了 往後面蔓延 連脊椎前面的那個肉 軟組織也都發炎化濃 所以前面跟後面一起推 他的氣管是塞住的 所以他整個上去是不通 所以他嘴巴是黑的 對 後來我們就趕快請耳鼻喉科醫生 做那個輕創的手術 然後打很強的抗生素 然後坐在家務病房 後來這個病人是回來了 但是他已經失去了部分的智力 他的智商退到只有像小學這樣子 對 因為他中間缺氧太久 因為有時候我們痠 第一個想到就是去鬆一下 對啊 止壓 止壓 我們立即見效 如果不用是用熱敷會好一點嗎 一般來講熱敷 對 因為慢性發炎的時候 通常你會局部的已經缺血有點 缺血然後造成局部的組織發炎 然後就可能產生所謂什麼沾黏 然後後續這些變化 其實熱敷它可以幫助你的微血管 通透性增加 然後去促進血液循環 其實慢性的這種發炎 我們都會建議用熱敷去循環 所以這個肌肉我是建議 不要一直按 就還是要用熱敷 對 我們平常有沒有什麼 特別可以保養自己肌肉 自己怎麼去 伸展 拉拉筋 熱敷 不要一酸痛就找那個按摩 低頭 我覺得現在很多問題來自於低頭太多 探手機的時候稍微平視 不要一直這樣就好 對啊 等一下 拿一個架子 欺負是不是 我覺得多一點運動是好的 因為像那個 我之前 在當兵的時候 有一次我也是 然後一起來 可是我們又要去那個軍械室搬砲 然後我們那個四二破砲 它是砲管一個都要70公斤 我們就 就是一個人這樣扛 對 因為沒辦法 那一定得扛 因為那是工作 一個人扛一個喔 一起扛 比如說兩個人這樣一起扛 然後扛一扛 一組砲 可是我扛完之後 把那些 把那些砲啊 從軍械室搬出來 搬搬搬搬搬 然後一直扛啊 勞動 勞動完之後 我的那個 勞動病的意思 不是 你有動嗎 對 因為會有那種 放在頸椎的這邊 然後扛啊 然後上車 然後扛那種很重 然後扛完之後 就等於說 我的全身性的肌肉都很動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運動員 你問他說 我今天運動全身痠痛 那沒關係 你今天再把昨天的動作再做一遍 你的酸痛就沒有了 是啊 人體發電廠 胸口三角區不得不當心 我們的這個胸口 除了我們心臟 心臟偏左邊 然後呢 心臟然後兩側我們有肺部 那我們中間有這個大血管 大動脈跟大筋脈 所以這都是很重要的器官 我們胸口除了心臟之外 其實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肺 那我之前就是有遇到一個 25歲的也是上班族 那他也是酸痛啊 然後酸痛 其實大家知道國術館除了推拿啊 除了那個 還有一個會做什麼 做針灸 那他就是針灸 他當下覺得還好 就是覺得好像有點痛痛的 然後覺得過了兩天之後 他突然覺得胸口 巨痛 然後那種總統是沒辦法忍受 而且他突然覺得有點喘 然後就趕快來看心臟 因為他覺得左胸口這邊 覺得不舒服 他覺得是心臟出了問題 那可是這年輕人呢 他沒有抽菸 沒有喝酒 那他當然身體是有點瘦高 那當下我幫他稍微看一下 我就覺得 感覺心血管方面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就 我就稍微聽診一下 欸 發現他 左邊的這個肺的聲音 減弱很多 那我當下就高度懷疑 可能是氣胸 請他趕快照一個X光 果然他的 左邊的肺啊 百分之五十都被壓破了 形成一個所謂的張力性的氣胸 那當下就趕快 請他就是要做這個 擦胸管的手術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氣引流出來 我後來看他就是那個 胸口這邊啊 他有針灸的那個洞 他那個針灸的針可能差太深了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其實他又很瘦 他其實那個胸臂的肌肉是很薄的 那其實你不小心就吃到這個 這個熱膜 對 就是這個熱膜 那就是這種氣胸的情形 醫生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表妹有氣胸 然後他去看醫生以後他說 醫生說 瘦的人都容易有氣胸 對 瘦高人容易有氣 自發性的氣胸 自發性 他一般這樣男生是比女生多 大部分都瘦瘦高高的 那個是天生的 那個比較沒有辦法 那是天生的 三豬不會有 也是有 我們也看過這樣子 那是天生的困擾 呼吸都蠻順暢的 其實看這個圖 你說什麼胸腔的 到底有哪些器官構造 剛才在講氣管 氣管其實從你的脖子 是一直到鑽膀腔裡面去的 到這邊才分到兩邊的肺腸去 其實有時候在我們那個 急診室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胸腔的受傷 我們是要有時候 大家都會考慮 因為我們都只會去檢查 你撞的時候心臟有跳動 有沒有怎麼樣 或是撞完之後 肋骨有沒有怎麼樣 或是撞完之後有沒有氣球跟血球 可是其實會注意到 氣管真的很少 因為氣管會被撞斷 或是撞破的機率 其實也是很低 可是如果你沒注意到 我們上次就有一個病人 就差點這樣子被誤了 就死掉了 他大概30幾歲 他就是車禍 他是騎摩托跟轎車撞在一起 他來的時候就說 胸口滿痛的 我們也看到這麼一個 很大的瘀青在這邊 但是我們一來的時候 我們當時先幫他測一些 心臟的酵素 照一張胸部會是光 他來聽聽看兩邊的呼吸 結果都很正常 都沒事 心臟酵素抽起來也沒事 本來黑金黑金 本來想說還想要放他回家 我說沒事 就跟他講說 你胸口挫傷 大概就回去休息個兩三個禮拜 就沒事了 結果他就說 可是真的很不舒服 我們說好 那真的很不舒服 那就流關好了 我們最常用這一招 那就流關個六個小時 比較不痛的再回家 因為感覺好像也沒有到 要到住院的必要 結果他在那邊流關流關的時候 他就一直喊那個精神 意思是說 而且一呼吸就 他就聚痛無敵 他說聽起來覺得怪怪的 想說 以為他在想要騙我們的時候 想要讓我們把他收住院而已 但吉德醫師 被他講了兩三次之後 還是覺得怪怪的 就下去幫他量一支血壓 結果他的血壓有一點降低 他又再幫他聽兩邊的呼吸 其實還是很正常 因為有時候會有種 叫做持發性的氣胸 你撞到的時候 當下沒怎樣 可是可能其實你的肺 還是有點破 慢慢的這樣露出來 所以他有去注意到那個 可是聽一聽都沒有 可是就是 病人就是血壓就是不大高 就很奇怪 他就開始摸 就摸到這個他皮下的地方有沒有 都好像泡泡一樣 不不不不不 就像在壓那個氣泡袋一樣 所以他就覺得很奇怪 想說到底是哪裡在漏氣 所以一般就是在漏氣 才會漏到皮下裡 一定有在漏氣 他不是肺部的地方聽沒有 到底哪裡在漏氣 所以那個都願意其實蠻警覺的 就跟我們講了之後 我們就說那趕快去給他切電腦斷層 就一切 他其實是氣管就撞個洞 他氣管就撞個洞 所以那個氣都漏到重隔槍裡面去 而不是在兩邊的肺 那重隔槍氣漲滿了之後 會怎麼樣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大血管 有很多大血管 你漲滿之後這些 動脈還好 可是靜脈就會被壓過 就會被壓扁 你回去血不夠的時候 你血壓就自然會掉 所以那個病人就是這樣 他胸口劇痛 然後他血壓開始掉 後來那個病人就是趕快 我們就請那個 麻醉科來放個管子 去把那個 就是先放那個氣管內管 去把那個破掉的地方 先撐過去 然後再趕快請熊江外科去開刀 把這個地方都修補完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也是會 不要看好像沒死 我們之前還有一個病人 他也是很奇怪 他說來那個急診室 我也是抱怨胸口很痛 結果後來被診斷出來 跟那個病人的毛病 一模一樣也是氣管破 也是這個 他不是氣管破一個洞 他是肺破一個洞 可是那個肺破洞的地方 很靠近這個氣管內診 所以他氣也是漏到重隔腔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破嗎 一般無緣無故不會去破嗎 他是憋氣 他是憋氣 他為什麼要憋氣 因為他是一個油漆工 他本身也有氣轉的毛病 因為他去吸那個油漆的時候 其實那個油漆很刺鼻 所以他一整個跳 都在一直在憋一直在憋 他就是撐不住了 才吐一口氣 然後再呼 然後又開始氣氣 就憋到一半的時候 就覺得胸口很不舒服 然後剛開始也覺得 好像沒怎樣 他也以為是自己吸了太多 那個滋意性的氣體 你知道嗎 他去旁邊這樣休息一下 就休息之後越來越痛 一吸氣就痛 一吸氣就痛 他就到急診室來 這本來會整個出來 原來他是自發性 這個叫自發性的重隔腔氣腫 一般人講說自發性的氣胸 那原理都是一樣 都是肺破掉 只是一個是破在旁邊 他造成那個肺的地方 氣可能激在旁邊 造成那個肺被壓進去 他是破在比較中間 所以那個氣都通通卡在裡面 另外還有你看這個地方 胸下汗的地方最危險 其實你看血管在這邊 這個地方可能被我們的胸骨 保固住在後面嘛 所以一般你是壓不到這邊的血管 可是這邊呢 腋下呢 像大家每次去按摩 不是很喜歡腋下淋巴結排嗎 對 手這樣壓一壓 壓一壓的時候他覺得不夠爽 還拿那個器械有沒有 這樣一直刮 一直刮 這樣變成就這樣子 30幾歲的女生很瘦 就送來急診室 這邊腫一大包 都是血塊 刮到 他就是剛剛一直要去刮 還覺得不夠大 他可能按得很 他就是可能 按得很爽 對 按得 他可能就是做比較大裂的那一種 然後就還在那邊拼拼挖挖挖挖挖 這整個都裂開 都是血塊 他住院住了三個多禮拜 他還覺得沙刮出來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真的是有點危險 因為你這個地方 那個血管就從這地方出來 靜脈還在前面 東脈還在後面 所以你這樣直接刮他 直接刮你的靜脈 你刮稍微大一點 有時候現在都會被你撕開 這個很多耶 按摩常常說我幫你靈脈通一通 幫你靈脈引流 對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還是要小心一點 剛剛那個碧氣那個啊 我自己也有一點切身的經驗 因為我一開始出來 我在做那個 就是做表演 然後我那時候 覺得自己好像可以 就是把這邊的血液 全部撐著 然後讓臉瞬間變紅 然後我有一次是一個才藝 那個節目效果真的會很好 因為他會一瞬間讓我現在白白的臉 瞬間變得是那種臉很脹紅 今天要表演 今天要表演 我真的不敢表演 你這麼多醫生怕什麼 我會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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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個真的很危險 我後來才知道那個危險性 因為我以為是在那個節目上面 然後就那個製作人就Cue說 他會臉脹紅 然後我就很多人嘛 然後我站著就開始這個人變 然後確實喔 我就確實從這個樣這樣子 然後開始憋… 憋到整個臉 就是整個都是血絲 然後整個臉就是沖血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 後來我就發現 你繼續昏倒 昏倒了 我就發現我暈眩了 然後就整個一片黑 然後我就浮在警示的旁邊這樣 就是那個狀況太不好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會中風的 等於說我把所有的血液 集中在血管這邊 所以後來我都沒有做這個表演 隨時都會成為告別這樣 然後後來再加上那個 心肌梗塞完 我也不太敢玩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那時候可能在 那個比魔王大盜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又有那個做節目的工作 然後等於說我每天都在熬夜 然後想內容 然後再加上又要去比賽 比賽又要想那個表演的段子 然後可能那時候又抽菸 然後那時候剛好又冬天 冬天的話就是我晚餐 都會用火鍋來代替 就可能買一個小火鍋 然後我記得我好像連續 八天都吃小火鍋 對 然後我就吃完之後 後來我又有一天就演風神 然後演完風神 就是滾來滾去 翻來翻去 後來收工回家之後我就睡覺 然後睡到一半就覺得 我的那個胸口超悶 因為前天晚上就覺得 好像那個肩頸有點緊緊的 然後後來就突然被痛醒 然後醒來之後發現我自己的那個胸口 然後沒有幫我呼吸 然後就趕快去醫院 然後醫院他也是那個 醫生也幫我先做那個擴張 然後擴張確認是那個 就是心肌梗塞 他就幫我 用心導管幫我放了一根支架 放一根就對了 對… 你現在總共幾根 現在好像一根 然後我後來那個膝蓋 什麼叫好像一根 什麼 後來我還有一次也是 也是有 就放兩根嗎 沒有 第二次沒有放 第二次也是後來又抽菸 我覺得抽菸真的影響很大 一定要戒嚴 對 現在都不菸不久 OK的 然後可是最近呢 最近我去上一個節目 然後他也是要做那個心電毒檢查 可是我去檢驗所 那個醫師跟我講說 我的 我的胸口好像有一點 就是血液過不去 是那個什麼 會缺氧是不是 心肌缺氧 對 所以有時候我有可能會那種胸悶 或者說 就是你那個支架 那你支架是放塗藥性的支架 對 那種效果會比較好 不過一定還是要戒嚴 不過 有些假設你當下是心肌梗塞 的患者 其實你後續 你在追蹤所有的心電毒 跟葉檢查 或多或少 都會出現一些缺氧 或多或少 喔 不過就是說你那種胸悶的症狀 有的時候其實 你在比較老累 或是說有時候真的是 真的 休息不足的時候 缺氧的程度會更嚴重 那你還是會有些 當然 減肥是最有用的 對 體重一定要控制 對 然後膽固醇三高一定要控制 這很重要 其實 有一個年輕人 他就是他們很喜歡從橋 他們家附近有一個河流很好玩 然後水灰剛好積在那邊 所以他們喜歡從這個橋往下跳 然後各種姿勢這樣子 那他覺得往前面跳比較痛 所以他就往背 他就背跳 然後見起水花 然後他同學就會覺得 喔好厲害喔這樣子 他就這樣跳跳跳 結果那天也是跳了好幾次之後呢 他就開始覺得 欸 胸悶 然後覺得好像 我深呼吸的時候 應該是要會更緩解 他不是用背跳嗎 他背跳一樣是強烈的撞擊 對 然後呢 他就覺得還是 就覺得好像悶悶的喘不過起來 他覺得想要深一口氣會覺得比較好 就他深呼吸的時候 他更暈眩好像快昏倒了 這樣 所以他這樣 他覺得怎麼樣睡 怎麼樣休息 都不是很舒服 他就來到急冷室 那一樣 聽起來兩邊的肺都是乾淨的 那結果就 我往他身上一看呢 他在深呼吸的時候 覺得他的心跳會變慢 而且他的心跳會有點聽不太清楚 就往他的脖子上面一看啊 就跟那江醫師講的一樣 有摸到像氣泡紙那種感覺 這種感覺 你一摸 對 他就摸起來永遠難忘 那你如果摸到那個氣泡 那叫皮下氣種 你一摸到就知道 哪裡 不是氣中 就是氣中格 那這個人他也是氣中格 那他比較不幸的就是那個 因為這是我們的中格腔 包覆著心臟這裡 他的氣都激在心臟的外圍 然後你深呼吸的時候呢 你又壓到這些靜脈 沒有辦法回流到 沒有辦法回流到心臟 所以你在深呼吸 然後外面有那麼多的氣壓著心臟 他在深呼吸的時候 等於是他的心跳停止 所以他快要昏倒了 所以我們就是趕快緊急的插胸管 把那個氣給他排出來 那他其實只是簡單的氣胸 只是他的氣都剛好激在那個中格腔這邊 他以為說往背面 他比較多的骨頭啊肌肉 可以去保護 一樣你強烈的瞬間的撞擊 那個水面在瞬間 可以像是一個 密板一樣的堅硬 可以產生很多的問題 像也有人這樣 正面撞擊肋骨就斷了 裂開的 對 甚至是有 我有遇過一個是 他是正面撞之後 他的心肌的 一個肌腱斷掉了 就承載的那個 半膜的肌腱斷掉了 是 大家都不知道表面張力很 很硬 很可怕 有人跳水跳姿勢不對 這樣下來 內臟都裂開了 對 是可以 就這樣打下去 對 你跳的時候 你試著用肚子炒 試著用肚子去撞撞開 你就會知道有多痛 很痛 那以前我們在上急救課的時候 老師就講過一個 有一個病 然後他呢 他叫做心臟震盪 他不常見 可是一件 就是一碰到就很致命 譬如說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網路上有個影片 大家可以只要 Google了心臟震盪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就兩個人在跆拳道比賽 然後有一個人 他只是中了一腳 就是踢中了一腳 就倒下去了 就倒下去了 然後我們的老師 遇到他是一個小朋友 一個學生 然後他只是被棒球打到 就打到胸前而已喔 結果他就突然倒下去 送到醫院來 就是救不活的 那這個叫做心臟震盪 那他為什麼 他就是其實他很快的 就是打到了之後 他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心律不振 所以那個當下 你一定要馬上幫他急救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上急救課的時候 老師會跟我們講急救 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因為他後來遇到另外一個案例 也是有點類似這個狀況 然後一樣就是小朋友 在上體育課 然後就是被奪比手這樣打了一下 他也是馬上倒下去 那還好那個老師會CPR 所以他馬上幫他壓 一直壓壓壓到醫院裡面去 然後趕快幫他做奠基 一些急救的處置 這個小朋友回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 就會覺得說 上這個急救課 其實是很有用的啦 就是說其實大家還是要 有一點這種 CPR的能力這樣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亂壓 之前我在軍隊裡面當醫官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教阿兵哥CPR 他說安妮不夠 我們就在上面壓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輪流上來再壓壓壓 就阿兵哥很三八 在後面自己在那邊互相壓 壓壓一個馬上就倒在那邊 因為你那個正常 不是不是 他沒有壓錯 他就是因為壓對所以才出事 正常不能壓 他壓的位置很好 你怎麼樣能不能亂壓 你怎麼樣能不能亂壓 不能壓啦 你心臟沒有停止跳動 你千萬不要壓啦 一壓馬上心力不整 一兩口壓我你還要 他練習壓 所以他壓一壓不動的時候 就真的要繼續壓 真的要繼續壓 他真的要壓對 AED很重要 就是像現在學校 就是針對這種突發性的 促使心勢 纖維 戰動心勢 平脈這種的突然的 那這時候趕快AED 趕快電解 是這樣子 你們在機場上看到那個東西 你們不要害怕去電人家 因為如果他機器覺得 他會先偵測 他會先判讀 他不是亂電 他是傻瓜 他會先掃過 對 他只要是判斷有VF 就是有那個心勢戰動 他才會電 你就把那個導片貼上去 然後機器就會說 自動判讀 那個什麼 不能電 對 他會說 然後去電擊 按下去 然後反正就跟你講 叫警察 對 那個機器還會告訴你 就是還會教你CPR 當下教你CPR 對 私密三角地帶忽略 當心疾病趁虛而入 我們女生都很喜歡除毛 就是 而且是夏天 我們要漂亮穿比基尼對不對 然後這個年輕的女生 她也是 那她就覺得去外面除毛太貴了 所以她就 她想到 我拔眉毛 我這樣每次拔拔拔 後來就不會痛了 所以她就看電視的時候就拔 然後對 然後沒有試做的時候 就拔上面還有私密處的眉毛 就她越拔越順手 越拔越順手 她拔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然後連就是 在靠近外陰部的那個毛 全部都拔得非常乾淨 但她不知道她其實在做 傷害毛囊的動作 結果她那個夏天呢 她又去玩比基尼啊 去衝浪啊 去溯溪啊 什麼的到處 那她又很喜歡穿很緊的 泳衣啊 泳褲啊 所以都一直在摩擦 她已經除毛 除得非常漂亮的地方 一直在摩擦這樣 結果她開始會覺得下面種種怪怪的 而且她上廁所發現她的尿會偏一邊 蛤 對 然後呢 結果就越來越腫越來腫 而且腫到她會覺得好像 有一股熱從身體裡面發出來 然後又會發冷這樣 然後太腫太痛了 痛到後來她連尿尿喔 不是只有歪 是很難出來 所以她就來到急診室 結果我一看 哇她的外陰部有一個很大的毛囊眼 已經 裡面已經是一個皮下濃癢了 結果 那時候我就是想要趕快解決她的痛苦 因為她真的很痛 我忘了叫她男朋友出去 因為我把她化開 那個濃噴出來之後 她男朋友坐在我旁邊吐 所以她們兩個人分手 你就得了 對 然後 而且她這個太嚴重了 嚴重到我們 不是只有這樣化開就結束 就是要吃抗 要打抗生素 然後改成口服 還有她每天我們都要塞沙布 幫她引流那個濃出來要換藥這樣 然後等到傷口結束 如果還要再幫她縫合 女性的生殖構造 跟男性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女性是唯一一個 她的生殖構造 是從體外 可以通到體內的 怎麼說呢 這個是女生的卵巢 跟卵巢子宮跟陰道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通呢 就是因為卵巢會產生卵 她會經過疏軟管 然後到子宮 然後就到陰道外面去 那如果是細菌剛好 就提供了她一條感染的路徑 那就剛好可以逆行往上 到肚子裡面造成感染 所以呢 女生的腹腔的感染 其實是比男生還要來得多很多 有一個案例就是 她是19歲的學生啊 她長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下腹部就是一直都疼痛 於是就來這邊 我們這邊檢查之後 就發現說她兩邊的卵巢 都有一個很大的囊腫 而且呢 還有腹水 那她是說她自己是沒有性行為的 那我們在手術的當下 一進去看就發現說 哇 整個肚子裡面都已經是 濃氧 所以她整個卵巢 跟疏軟管都泡在濃氧裡面 那細菌在裡面發炎 所以整個疏軟管都已經壞掉了 那沒有辦法只好把兩邊的疏軟管都切掉 蛤 那所以她沒辦法自然懷孕 以後只能靠人工生 那到底是為什麼這樣啊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 19歲 那時候就後來就去問她媽媽說 她到底有沒有性行為 那她媽媽就 就覺得說 我的女兒怎麼可能會有性行為 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我們自己醫師都知道說 其實這樣的農氧跟骨盆腔感染 其實是 跟性行為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存在疑問對不對 對 那後來才仔細去問這個 這個 學生 那她就說 她真的沒有性行為 我們真的誤會她了 她其實她是游泳隊的 所以她都有用衛生棉條 那可能衛生棉條放太久 所以才造成這個感染 對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的胃膠又不夠 又可以 所以只不能放衛生棉條 衛生棉條就可以使用 要換 這樣經常要換 那但是她要經常換 對 如果你沒有經常換的時候 有時候她 她裡面就會有細菌 細菌就會直接走這一條路上 那她這樣感染都沒有不舒服嗎 初期感染 有啊 她下腹就是 下腹會這樣 初期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已經是爛得差不多了 對 那有時候年輕人她免疫力比較好 都會忍啊 所以她細菌她會被 她會被包在一個農包裡面 她不見得會跑到全身 讓你有全身性的症狀 她可能就是在局部 就這樣慢慢生長慢慢生長 最後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其實講到這個私密三角 大家都知道嗎 後面是肛門 然後後來是生殖道 再過來就是尿道 對 女生其實還有一個很天生的劣勢的地方 就是女生的尿道很短 所以很容易就尿道發炎 那你尿道細菌這樣上去的時候 到膀胱 膀胱如果再感染的時候 再上去就到腥臟 所以逆行性的尿道發炎 到慎於慎遠在女生是很常見的 特別是像浩如這種喜歡翹腳的女生 夾著 夾著腳的女生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個門診的護士 就這樣子 她才剛進來 妹妹合起來 她就 對 三度這樣就不錯 對 她就是很喜歡翹腳 可是她又很喜歡改她的裙子 因為她其實剛 社會新鮮人 他們護士群其實本來是還滿長的 快要到膝蓋 會把它改到大腿這樣子 然後她上班的時候又很喜歡翹腳 所以有很多比較年輕的醫生 都會喜歡她來跟診 因為就是很漂亮 她又喜歡這樣翹腳 對 可是因為她是剛來的那個護士 所以她比較不好意思說 欸 醫生不好意思等一下 我要去尿尿 因為老的護士 她只要有一點尿意 她可能就出去了 而且一去可能就十分鐘 像雷娃可能就十五分鐘 她們那個我就不敢 就是都一直要等到診都結束了 她才敢去那邊尿尿 結果有一天 那個護士就不見了 就換一個老護士來跟那個醫師的診 那醫師剛開始也沒講話 結果後來實在忍不住 就問她說 欸 那個學妹是休假了是不是 她說 妳很想她喔 沒有啦 其實那個學妹就是 腎上整個發炎 她現在在樓上在住院 她其實就是因為常常翹腳 因為沒有去 像瓜哥一樣 之前有時候會憋尿嘛 她因為翹腳的話 這邊就很容易滋生細菌 因為溫度不一樣 變得很潮濕很熱 那個地方就比較容易有細菌 有細菌之後又上去 然後她又沒有馬上去尿尿 就造成一個腎皮腎發炎 非常非常嚴重 她住院過了兩個禮拜才出院 哇 所以翹腳還會感染這樣 對 你翹腳之後 那個地方的溫度就比較高 細菌就比較膩 那男生就沒關係 那個尿道很長 而且男生也沒有難翹腳 其實我自己有尿道發炎過 那你可能尿道特短喔 我也在想說 是不是跟我尿道的長度有關係 沒有 我那時候也是就是 比如說尿尿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就是 就是尿完了 然後還是會很想要尿尿 然後就覺得那個尿道好像會癢 這樣子 然後就可能沒管她 可是過了隔天 然後她就開始就是 有一些分泌物出來 然後分泌物出來 你沾到那個內褲嘛 因為我那時候穿四腳褲 然後可能她是比較寬鬆的這樣子 可是她就變成會摩擦 可是摩擦就會覺得好痛好痛 然後我後來就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 我說一開始找到一個 是有點像密醫的 她還沒有線跑 然後她感覺好像在治療一些 比如說 比如說特種行業的人 然後比如說私民 就入租的那個去找她 然後她去 我就看到那個醫院也是 就是好像很老舊這樣 然後看她開了藥 然後她就簡單 簡單看一看 然後回去吃了藥 也是沒有效 然後就越來越 就是那個 顏色 就開始就是 變成是很青綠色那樣子 然後就不行不行 趕快再去看那個 看那種比較先進的醫院的感覺 然後就去了 然後發現是那個 尿道感染 尿道發炎 然後 就等於醫生開了藥 讓我回去吃 然後吃了 叫我每天就是多喝水 然後排尿 就是等於說 她要讓那個藥物 經過你的尿道 然後那個 去沖洗 去沖洗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 一開始不知道 我就想說 我到底是不是得到什麼 性病 我就以我那個淺薄的姿勢 在想說 性病就分那幾種 就是那個 你那時候有性行為嗎 就是 她就是因為以為自己是性病 所以只敢去判明醫院 如果有性行為 就可能是像性行為 如果你都沒有的話 那時候有 那時候有女朋友 但是我的性行為 都還是會安全性行為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碰觸到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會 就是會這樣子 後來醫生跟我講說是 有可能跟那個 憋釀 或者是說 免疫力比較低 對 免疫 就累的時候 而且那個勞累 可能又會嚇起來 對 因為 很累的時候 的確 那個年輕的男生 如果我們遇到年輕的男生 然後又 有尿道感染 我們第一個 還是要把性病列入考慮 是真的 其實剛才像女生尿道 很容易發炎 然後之前就有一個患者 她來的時候 她來的時候 她是說她整個私密處就是 好癢好痛好痛好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一看 真的她整個私密處就是 紅紅的 然後很紅 然後她一點一點的這樣子 其實那個外觀 就是很像是念珠菌的感染 那她除了念珠菌的感染之外 因為她陰道有很多分泌物死 不過她的膀胱其實 她說她下腹也不舒服 所以其實她還合併 有一個尿道炎的信心 所以說其實像現在就是 天氣很悶熱 真的女生還是要多喝水 不要就是常常憋尿 因為其實像男生理論上來講 尿道應該會有20公分 所以我不知道三豬是怎麼回事 然後細菌要爬上去其實很困難 她可能要放過20公分爬上去 是比較困難 然後女生的尿道只有4公分 4公分 4公分 細菌上去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女生 尿道發炎還是在女生比較常見 所以如果男生有的話 一般我們就會覺得說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譬如說性病等等的可能 但確實也是有 也是有一些譬如說 你尿道本來構造真的異常的 細菌比較容易上去也是會這樣 我後來都沒有發作 所以應該是很想要 這樣 可是你這個事情 也要讓女朋友知道 要坦誠一點 因為兩個人都不坦誠 最後會打乒乓球 很多都怕講 好 我想人體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不經意的疏忽可能造成致命的危機 避免外碰身體脆弱不畏 才能預防意外的發生 謝謝大家 謝謝 有時候我們上班上到一半 或者是像現在 看電視看到一半 突然覺得嘴纏怎麼辦呢 這時候不妨準備一些核桃 核桃它含有比較好的油脂 叫做Omega 3 所以它可以控制我們的膽固醇 控制血壓 讓我們的身體比較健康 另外它含有礦物質鎂跟磷 所以對於穩定肌肉的功能 也是有幫助的 最後它還富含維他命A 維他命E 以及維他命B群 所以對於提升肌膚的狀況也很不錯 但別忘了核桃它也屬於油脂 比較高的堅果類 所以一天不要吃超過10顆才不會發胖喔 現代人手機不離身 在等待或是坐公車的時候 往往都在滑手機 小心骨刺問題提早來臨喔 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小測試 在全身放鬆的狀態之下 背靠牆壁 如果你頸部後方與牆壁距離太大 代表你頸椎前傾的問題可能正在來臨了 要避免骨刺的產生 盡量要訓練你的頸後的深層肌肉 如何做呢 盡量讓你背貼牆壁 連後腦勺也跟著貼牆壁 記得要收下巴 眼睛平視前側 維持5到10秒鐘 一天做個15回 有助於訓練你的頸部深層肌肉喔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